第六十六回诸神遭毒手 弥勒父妖魔 话表孙大圣无计可施 纵一朵祥云 驾金斗 静转南善博州去拜武当山 参请大魔天尊 解释三藏 八戒 沙僧 天兵等众之灾 他在半空里无停止 不一日 早望见祖师仙境 轻轻暗落云头 并惊观看 好去处 矩阵东南 中天神月 芙蓉风耸杰 紫盖岭巍娥鹅 九江水尽京阳远 百月山连一枕多 尚有太虚之宝洞 诸禄之灵台 三十六宫金庆响 百千万克进香来 顺寻于岛 御简金书 楼阁飞青鸟 撞翻百赤鞠 地设名山雄宇宙 天开仙境透空虚 几树狼梅花正放 满山摇草色皆疏 龙前见底 虎幅崖中 忧寒如肃雨 驯鹿近人行 白鹤半云七老贵 青鸾丹凤向阳明 欲须施向真仙帝 金雀仁慈至世门 上帝祖师 乃经乐国王与善圣皇后梦吞日光 绝而有孕 怀胎一十四个月 于开皇元年贾臣之岁 三月初一日五时降诞于王宫 那爷爷 幼儿勇猛 长儿神灵 不统王位 唯物修行 父母难尽 弃舍皇宫 参玄入定 在此山中 宫丸行满 白日飞升 玉皇赤号 真武之名 玄须上映 龟舌和行 周天六合 皆称万灵 无忧不察 无险不成 节中节史 简伐魔精 孙大圣玩着仙境景致 早来到一天门 二天门 三天门 却至太和宫外 忽见那祥光锐气之间 簇拥着五百灵官 那灵官上前迎着道 那来的是谁 大圣道 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 要见诗相众灵官听说 随报 祖师集下殿 迎道太和宫 行者坐礼道 我有一事奉劳问 何事 行者道 宝唐僧西天取经 路遭险难 至西牛鹤州 有座山幻小西天 小雷鹰寺有一妖魔 我师父进的山门 见有阿罗接地 李秋圣僧排列 以为真佛 道身才败 忽被他拿住绑了 我又失于防衔 被他抛一副金脑 将我罩在里面 无仙豪之凤 口合如前 甚亏金头接地请奏御帝 钦差二十八宿 当夜下界 先接不起 幸得抗金龙将脚透入脑内 将我杜出 被我打碎金脑 惊醒怪物 赶战之间 又被撒一个白布搭包 将我与二十八宿并五方接地 进阶装去 复用神捆了 是我当夜脱逃 救了星辰等众 与我唐僧等 后卫找寻一波 又惊醒那妖 与天兵赶战 那怪又拿出搭包 理弄之时 我却知道前因 遂走了 众等被他依然装去 我无计可施 特来拜求师相一助力也祖师道 我当年威震北方 统设真武之位 减罚天下妖邪 乃凤玉帝赤子 后又批发险足 踏藤蛇神规 领武雷神将 巨球狮子 猛兽独龙 收将东北方黑气妖分 乃凤原始天尊福照 今日静享武当山 安逸太和殿 一向海月平宁 乾坤清泰 奈何我南善博州并北拒卢州之地 妖魔减罚 邪鬼前宗 今蒙大圣下降 不得不行 只是上界无有旨意 不敢煽动干戈 假若罚浅众神 又恐玉帝见罪 十分却了大圣 又是我逆了人情 我静着那西路上纵有妖邪 也不为大害 我金着龟 蛇二将并武大神龙与你助力 管教秦妖精 就你失之难 行者败谢了祖师 及同龟 蛇 龙神各代精锐之兵 复转西周之戒 不一日 到了小雷音寺 按下云头 静止山门外叫战 却说那黄梅大王剧中怪在宝阁下说 孙行者这两日不来 又不知往何方去借兵也说不了 只见前门上小妖报道 行者引几个龙蛇归象 在门外叫战 妖魔道 这侯怎么得个龙蛇归象 此等之类却是何方来者 随即披挂 走出山门高叫 如等是那路龙神 赶来造物仙境 五龙二将相貌争容 精神抖擞贺道 那颇怪 我乃武当山太和宫混元教主 当摩天尊之前五位龙神 龟 蛇二将 今蒙齐天大圣相邀 我天尊福赵 到此补你这妖精 快送唐僧与天兴等出来 免你一死 不然 将这一山之怪 碎披其尸 几尖之房 稍微灰烬 那怪文言 心中大怒道 这畜生有何法力 赶出大眼 不要走 吃无一棒 这五条龙 翻云十语 那两元将 剥土杨杀 各执枪刀剑戟 一拥而攻 孙大圣又是铁棒随后 这一场好杀 凶魔师武 行者求兵 凶魔师武 善聚真楼师佛像 行者求兵 远参宝境界龙神 龟蛇生水火 妖怪动刀兵 五龙奉旨来西路 行者阴师在后收 见几光明摇采电 枪刀晃亮闪霓虹 这个狼牙棒 强能短软 那个金箍棒 随意如心 只听得鼓扑响声如爆竹 叮当音韵似敲金 水火起来争怪物 刀兵共处绕精灵 喊杀金狼虎 喧华镇鬼神 魂战正当无胜处 妖魔又取宝和针 行者率五龙二将 与妖魔战经半个时辰 那妖精即解下搭包在手 行者见了心经 教导 列位仔细 那龙神蛇龟不知什么仔细 一个个都停住兵 进前抵挡 那妖精晃得一声 把搭包撇将起去 孙大圣顾不得五龙二将 驾金斗 跳载九霄逃脱 他把个龙神龟蛇一搭包子 又装将去了 妖精得胜回四 也将绳捆了 还在地窖子里盖住不提 你看那大圣落下云头 斜机在山边之上 没精没彩 傲恨道 这怪物十分厉害 不觉得和着眼 似睡一般 猛听得有人叫道 大圣 休退睡 快早上紧求救 你师父性命 旨在须于兼仪 行者及真经跳起来看 原来是日直公草 行者喝道 你这毛神 这像在那方贪服血时 不来点毛 今日却来惊我 身过孤拐来 让老孙打两棒姐们 公草慌忙失礼道 大圣 你是人间之喜仙 和闷之友 我等早奉菩萨指令 叫我等暗中护佑唐僧 乃同土地等神 不敢赞你左右 是以不得常来参见 怎么反见则也 行者道 你既是保护 如今那众星 接地 前蓝并我师等 被妖精困在何方 受甚最苦 公草道 你师父师弟都掉在宝殿廊下 星辰等众都收在地窖之间受罪 这两日不闻大圣消息 却才见妖精又拿了神龙 龟 蛇 又送在地窖里去了 方知是大圣请来之兵 小神特来寻大圣 大圣莫辞劳眷 千万再急急去求救援 行者闻言及此 不觉对公草低泪道 我如今窥上天宫 修林海藏 怕问菩萨之缘由 愁见如来之御相 才拿去者 乃真五师相之规 蛇 五龙胜众 叫我在无方求救 奈何 公草笑道 大圣宽怀 小神想起一处精兵 请来断然可驾 士才大圣至五当 是南善布州之地 这支兵也在南善布州 须移山贫城 及金四周士也 那里有个大圣国师 王菩萨 神通广大 他手下有一个徒弟 幻名小张太子 还有四大神将 西年曾降服水母娘娘 你今若去请他 他来施恩相助 准可捉怪救师也 行者心喜道 你且去保护我师父 误令伤他 带老孙去请也 行者纵起金斗云 躲离怪处 直奔虚夷山 不一日早到 戏关真好去处 南进江津 北林淮水 东通海轿 西街丰浮 山顶上有楼关争容 山凹里有健全好勇 挫额怪石 盘袖桥松 百般国品应食心 千样花枝迎日放 人如以阵往来多 传寺艳航归去广 上边有瑞颜观 东月宫 吴显祠 归山寺 中运香烟冲彼汉 又有玻璃泉 五塔玉 八仙台 杏花园 山光树色应平城 白云横不渡 幽鸟卷还鸣 说甚太松横华秀 此间仙景若彭迎 大圣点完不进 进过了淮河 入平城之内 到大圣蝉寺山门外 又见那电雨轩昂 长廊彩力 有一座宝塔真容 真是 插云以汉高千丈 仰视金瓶透比空 上下有光宁宇宙 东西无影应连笼 风吹宝夺闻天乐 日映冰球对范公 飞速凌秦时速语 摇瞻淮水渺无穷 行者且观且走 直至二层门下 那国师王菩萨早已直之 急于小张太子出门迎亚 相见叙礼弼 行者道 我保唐僧西天取经 路上有个小雷音寺 那里有个黄玫瑰 甲冲佛祖 我师父不便真伪就下拜 被他拿了 又将金脑把我罩了 幸亏天降星辰救出 是我打碎金脑 与他赌斗 又将一个不搭包 把天神 接地 秦兰与我师父 师弟进阶装了进去 我前去武当山 请玄天上帝救援 他拆五龙龟蛇拿怪 又被他一搭包子装去 弟子无依无矣 故来拜请菩萨 大展威力 将那收水母之神通 整生民之妙用 同弟子去救师父一难 取得惊悔 永传中国 养我佛之智慧 兴班若之波罗也 国师王道 你今日之事 成我佛教之兴隆 礼当亲去 奈时之初夏 正淮水泛掌之时 新收了水源大圣 那思御水急性 恐我去后 他成功生完 无神可治 今这小徒领四将和你去助力 炼魔收服罢行者称谢 吉同四将并小张太子 又驾云回小夕天 直至小雷音寺 小张太子使一条楚白枪 四大将伦四把昆华剑 和孙大圣上前骂战 小妖又去报之 那妖王副帅群妖 鼓噪而出道 胡孙 你今又请的何人来也 说不了 小张太子指挥四将上前喝道 泼妖精 你面上无肉 不认得我等在此 妖王道 是那方小将 赶来与他助力 太子道 吴乃四周大神国师王菩萨弟子 率领四大神将 奉令秦你 妖王孝道 你这孩儿有甚武艺 善感到此轻薄 太子道 你要知我武艺 等我到来 祖居稀土流沙国 我复原为沙国王 自幼以身多疾苦 命干华盖恶心房 阴师远目长生绝 有分相逢舍要方 半立丹沙驱并退 愿从修行部为王 学成不老同天兽 容颜勇似少年郎 也曾赶赴龙华会 也曾腾云到佛堂 捉目拿风收水怪 秦龙拂火镇山场 抚名高丽浮屠塔 静海深明射立光 楚白枪间能覆怪 但姿衣袖把妖将 如今进了贫城内 大帝扬名说小章 妖王听说 微微冷笑道 那太子 你舍了国家 从那国师王菩萨 修的是什么长生不老之术 只好收补淮河水怪 却怎么听信孙行者狂谬之言 千山万水来此纳命 看你可长生可不老眼 小张文言 心中大怒 蝉枪当面便刺 四大将一拥起功 孙大圣使铁棒上前又打 好妖精 公然不惧 轮着他那短软狼牙棒 左折右架 直挺横冲 这场好杀 小太子 楚白枪 四柄昆华剑更强 悟空又是金箍棒 其心围绕杀妖王 妖王其实神通大 不惧分好左右堂 狼牙棒是佛中宝 剑砍枪沦莫可伤 只听狂风声吼吼 又观恶气混茫茫 那个有意思烦弄本事 这个专心拜佛取经章 几番驰骋 数次张狂 喷云雾 避三光 愤怒怀陈各不良 多时三成无上法 致令百亿苦相将 盖众征战多时 不分胜负 那妖精又解大包 行者又叫 列位子系 太子并重等 不知子系之意 那怪华的一生 把四大将与太子 一搭包又装将进去 只是行者 欲先知觉走了 那妖王得胜回寺 又叫取神捆了 送在地窖 劳风故所不提 这行者纵金斗云 骑在空中 见那怪回兵闭门 方才暗下降光 立于西山坡上 畅望悲体道 师父啊 我自从禀教入禅林 敢和菩萨托难身 保你吸来求大道 相同辅助上雷音 只言平坦扬长路 起料催微怪无亲 百计千方难救你 东求西告往劳心 大圣正当凄惨之时 忽见那西南上一朵 踩云坠地 满山头大雨缤纷 有人叫道 悟空 认得我吗 行者急走前看处 那个人 大耳横移方面向 监察腹满身躯胖 一腔春意喜盈盈 两眼秋波光荡荡 场秀飘然福气多 盲血洒落精神壮 极乐场中第一尊 南无弥勒孝和尚 行者见了 连忙下拜道 东来佛祖那里去 弟子师回避了 万罪万罪 佛祖道 我此来 专为这小雷音妖怪也 行者道 多蒙老爷胜得大恩 感恩那妖师那方怪物 何处精魔 不知他那搭包 是见甚么宝贝 凡老爷只是指示 佛祖道 他是我面前 私庆的一个黄梅童儿 三月三日 我应付原始会去 留他在宫看守 他把我这几件宝贝拐来 假佛成精 那搭包是我的后天袋子 俗名换作人种袋 那条狼牙棒 是个敲净的锤儿行者 听说 高叫一声道 好个孝和尚 你走了这童儿 教他狂称佛祖 陷害老孙 未免有个家法不谨之过 弥勒道 一则是我不谨 走失人口 二则是你师徒们 魔障未完 故此百灵下界 应该受难 我今来与你收他去 也行者道 这妖精神通广大 你又无些兵器 何以收支 弥勒笑道 我在这山坡下 设意草庵 种一田瓜果在此 你去与他所战 交战之时 许败不许胜 引他到我这瓜田里 我别的瓜都是生的 你却变做一个大熟瓜 他来定要瓜吃 我却将你与他吃 吃下肚中 认你怎么在内摆布他 那时等我取了他的搭包 装他回去行者道 此祭虽妙 你却怎么认得变得熟瓜 他怎么就肯跟我来此 弥勒笑道 我为智史之尊 慧眼高明 岂不认得你 凭你变做圣物 我皆吱吱 但恐那怪不肯跟来耳 我却教你一个法术 行者道 他断然是以搭包装我 怎肯跟来 有何法术可来也 弥勒笑道 你伸手来 行者急出左手递将过去 弥勒将右手食指 沾着口中神水 在行者掌上写了一个镜字 教他捏着拳头 见妖精当面放手 他就跟来 行者攒拳 欣然领教 一只手轮着铁棒 直至山门外 高叫道 妖魔 你孙爷爷又来了 可快出来 与你见个上下 小妖又茫茫奔告 妖王问道 他又领多少兵来叫战 小妖道 别无慎兵 只他一个妖王笑道 那猴既穷历劫 无处求人 断然是送命来也 随又结束整齐 带了宝贝 举着那轻软狼牙棒 走出站来叫道 孙悟空 金帆正错不得了 行者骂道 泼怪物 我怎么正错不得 妖王道 我见你寄穷历劫 无处求人 独自各强来支持 如今拿住 再没个什么神兵就拔 此所以说 你正错不得也 行者道 这怪不知死活 莫说嘴 吃无一棒 那妖王见他一只手轮棒 忍不住笑道 这猴 你看他弄巧 怎么一只手使棒之无 行者道 儿子 你禁不得我两只手打 若是不使搭包子 再拙三五个 也打不过老孙这一只手 妖王闻言道 也罢 也罢 我如今不使宝贝 只与你使打 比个雌雄 几举狼牙棒 上前来动 孙行者迎着面 把拳头一放 双手轮棒 那妖精照了劲 不思退步 果然不弄搭包 只顾使棒来赶 行者虚晃一下 败阵就走 那妖精只赶到西山坡下 行者见有瓜田 打个滚 钻入里面 即便做一个大熟瓜 又熟又甜 那妖精停身四望 不知行者那方去了 他却赶至安边叫道 瓜是谁人种的 弥勒便做一个种瓜手 出草安达道 大王 瓜是小人种的妖王道 可有熟瓜吗 弥勒道 有熟的妖王叫 摘个熟的来 我解渴 弥勒几把行者变得纳瓜 双手递于妖王 妖王更不查情 到此接过手 张口便啃 那行者乘此机会 一股路钻入咽喉之下 等不得好歹 就弄手脚抓长快腹 翻跟头 竖倾庭 任他在里面摆布 那妖精疼得缩牙来嘴 眼泪汪汪 把一块种瓜之地 滚得四个打麦之长 口中只叫 罢了 罢了 谁人救我一救 弥勒却献了本相 嘻嘻笑叫道 孽畜 认得我吗 那妖抬头看见 慌忙跪倒在地 双手揉着肚子 磕头撞脑 只叫 主人公 饶我命吧 饶我命吧 再不敢了 弥勒上前一把揪住 解了他的后天待耳 夺了他的敲镜锤儿 叫 孙悟空 看我面上 饶他命吧 行者十分恨苦 却又左一拳 右一脚 在里面乱掏乱倒 那怪万分疼痛难忍 倒在地下 弥勒又道 悟空 他也够了 你饶他爸 行者才叫 你张大口 等老孙出来 那怪虽是肚腹脚痛 还未伤心 俗语云 人为伤心不得死 花残叶落 是根枯 他听见叫张口 即便忍着疼 把口打张 行者方才跳出 献了本相 急撤棒还要打实 早被佛祖把妖精装在袋里 斜胯在腰间 手执着庆垂 骂道 灭触 金脑偷了那里去了 那怪却只要连生 在后天袋内哼哼喷喷喷的道 金脑是孙悟空打破了佛祖道 脑破 还我金来 那怪道 碎金堆在殿连台上 那佛祖提着袋子 执着庆垂 嘻嘻笑叫道 悟空 我和你去寻金还我行者 见此法力 怎敢为物 只得引佛上山 回至寺内 收取金茶 只见那山门紧闭 佛祖使锤一指 门开入礼看时 那些小妖 已得知老妖背擒 各自收拾囊底 都要逃生四散 被行者见一个 打一个 见两个 打两个 把五七百个小妖 进阶打死 各现原身 都是些山精树怪 受孽勤魔 佛祖将金收攒一处 吹口仙气 念声咒语 及时反本还原 负得金脑一负 别了行者 驾祥云 静转极乐世界 这大圣却才解下唐僧 八戒 杀僧 那呆子掉了几日 饿得慌了 且不屑大圣 却就瞎着腰 跑到厨房寻饭吃 原来那怪政安排了午饭 因行者所占 还未得吃 这呆子看见 急吃了半锅 却拿出两拨头叫师父 师弟们各吃了两碗 然后才谢了行者 问及妖怪缘由 行者把先请祖师龟 舍 后请大圣戒太子 并弥勒收将之事 细沉了一遍 三藏文言 谢之不尽 顶礼了朱天 道 徒弟 这些神圣困于合索 行者道 昨日日职公曹对老孙说 都在地窖之内叫 八戒 我与你去解脱他等 那呆子的实力状 抖授精神 循着他的钉拔 集同大圣到后面 打开地窖 将众等解了绳 请出针楼之下 三藏披了袈裟 朝上一一败谢 这大圣才送五龙二将回武当 送小张太子与四将回贫城 后送二十八宿归天府 发放接地前蓝 各回敬 师徒们却宽住了半日 喂饱了白马 收拾行囊 至赐早登城 临行时 放上一把火 将那些针楼 宝座 高阁 讲堂 聚尽稍微灰烬 这里才无挂无千逃难去 萧灾萧帐托身行 毕竟不知几时才到大雷音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